讲讲我的改名史 我生日那天是丽丘 所以我妈妈就希望 叫丽丘 不是 比如说 比如说 鸡风风爽 秋高气爽 所以我的原名叫张爽 好听 结果就那两年 你一打开电视之后你就会发现 专丝 书爽 专丝 好 然后爽 所以我就 资高放眼的跟我妈说 妈我不想那么有名 然后我就改了 就改了个名字